大家好,又到了星期四下午 移民幫到你的時間 我是帶你歐斯環球的Jan 今天終於回到studio 早前這兩集我在澳門的時候 都有跟大家拜年 第一次在studio和大家見面 再次祝大家龍年行個好運 最重要是跟策略黃電視賺多些錢 炒東西、橫財、正財都遷就手 身體健康不用說了 我今天不會怎樣剪刀 上兩次真的剪刀到媽媽都不認得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剛剛入了這個農年 我覺得不知為什麼 現在我的名字要改為Year of Lone 不會叫Year of Dragon 我已經看到網上很多朋友說孔 大家比你來 炒什麼都要炒 所以要小心一點 一定要跟策略黃的高人去炒 另外一個洞是L-O-A-N 大家可以借多些錢 上載洞 這個都是開玩笑的 不過今天我想起一件事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講回去年 2023年 因為講開洞這件事 我就想想其實究竟有多少Millionaire 這些千萬富豪真的走了 因為其實你說 講到形勢一片大好 怎麼越來越好 越來越繽紛 這個其實 怎麼說呢 究竟是不是說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不是真的那麼好 讓你說一說一說一說 不好也讓你說得好 有很多時候 人們說 你的嘴巴這麼壞 不壞也讓你說得到壞 究竟是不是真的 大家都是成一個正比 你很嘴巴 很壞也讓你說得好 你很壞也讓你說得好 你很壞也讓你說得好 其實某程度上 都不能說沒有少許關係 如果不是政府 即是某些政府 不需要用那麼多錢 去找一些人做大外宣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你每天都聽到東升西降 每天都聽到 這一邊就是 香港如何前途一片大好 日日又繽紛 夜又繽紛 轉頭又有人跟你說 香港玩完 還不是普通人 是這些高人 就是這些 之前是非常大中華好友的 然後是銀行高層之中的高層 他所說的非常有份量 所以我就想一下 不如我們從 雖然有些人說 不是啊 看數據就知道 沒得假的 香港股市 由這個社運的時候 2019年做三萬點 衰到天天扔汽油彈 都有三萬點 現在只剩一半 多些 早前都算是這樣的 現在升到萬六左右 叫做好一點 之前去到一萬四千八 都夠膽死了 市場沒有了一半 蒸發了一半 這樣不叫做沒有錢 這樣不叫做玩軟 你又聽到一些政府高官出來說 不可以直接從股市上 講社會經濟 有些人說話 他的邏輯未必是大家能夠接受 我相信這些高官說話 也有經過他的邏輯 不過我們只是不理解 另外就是 有些人說 看樓市也知道 樓價跌了這麼多 你的住宅跌了二十多三十個百分比 豪宅跌了四十個百分比 鋪位可能跌了半分比 也不止 你還是說 這些都不可以做指標 樓市再加上股市 再加上這些牌照 再加上 看到一些私人會所 才搞笑 以前可能是 還有一些國際學校 你排隊 你捧錢上去都入不了 很多譬如馬會 那些遊艇會 那些可能在說 那些逆逆 都百幾二百萬 甚至乎你去一些名校 那些國際學校都說 誇張些 可能你拿一個 interview的機會都幾十萬 不成功還給你 然後又要幫他買債券 可能有一百幾十萬 富人之中的富人才可以去的 那些樂園 那些學校 現在都說 好像已經是 很多人是 不要了 離開了 當然你說換血而已 沒有那些外籍 你回去祖監就回去 美國人回去美國 英國人回去英國 很正常 我們就換回祖國的人來 你這樣換完之後 可能更加少人 要加入那些樂園 因為那個原意 或者原本的practice 或者身份 各樣東西 就已經不同了 再次我不是評論它好 還是不好 我只是說它不同了 那好吧 那究竟我們有什麼指標 可以看到呢 你說剛才我說的 那一大堆東西 也有些人可能走出來說 都不代表不好 都不代表玩完的 這些是很subjective 因為它不是說 有一個index 說明如果香港 一萬點就叫玩完 或者香港的樓價 去到兩三萬元呎 去到兩三千元呎 為之玩完 兩三千元呎 比深圳還便宜 兩三千元呎 是珠海的價錢 可能珠海再便宜一點 但是香港如果沒有了這個國際城市 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和能力的話 那為什麼可以比深圳貴這麼多呢 其實究竟是不是自己捉重啊 還是說這個新的方向 你要先是至於死地而後生呢 現在可能跌到三萬點 跌到三千點 之後便可以去到十萬點了 不過不知道要等幾多年之後 見仁見智 所以我仍未想到一個index 去看看究竟香港 是否真的捉得這麼厲害 是否真的玩完 所以後來我想一下 我找了這個測試出來 我覺得挺有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有錢人的流向 地球的大執位 你就會看到究竟他們是怎樣看他們的國家 他們怎樣看自己生活的地方 香港不是國家 因為香港在榜上有份 你就會看到 因為這些這麼有錢的millionaires 他們做出的決定 絕對是跟他們的財富 和他們自己的生活 和他們家人的未來 是成為一個很直接的關係 簡單來說就是 你找到這麼多的millionaires 你會不會無端端離開呢 就算你一個寫字樓 或者你家裡 被你住了之後 風山水起的 這個寫字樓 這間公司 越做越旺 做到上市 你會不會這麼容易不要呢 跳船呢 不做呢 或者你家公司不停升職加工 你會不會這麼容易不做呢 或者你家裡很旺 越住越旺 你會不會這麼容易搬走呢 如果真的很多人都離開了 顯然就是對那個地方的前途 信心是一個indicator 一個indication 好了 看看朋友進來和我打招呼 首先 看到Chris 鐵粉 多謝你 KK Chan Wu Lai 多謝你 Fai King Ming Chan 多謝 多謝 看到很多熟悉的朋友都進來 今天想和大家說 全球損失最多millionaires的國家 你看到就知道 究竟哪個地方 令到別人失去信心 如果你說很多窮人走的 那些本來是農夫的走 可能就是為了一個更好的生活 如果你說他已經是千萬富豪 億萬富豪都走的 很明顯他覺得那個地方已經不再安全 不再吸引 不再有機會 通常他才會去撤資 或者整個家人都自己 懵記走 或者潤出去 我相信大家都猜到是哪幾個地方 我會由第十名開始跟大家說 我以為今天比較好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天氣問題 我說了剛才的卵嘴 已經是很乾 真的很辛苦 要喝一點 幸好有這個雪梨茶 今天在公司 在公司拍攝 真的舒服很多 因為始終這裡有專業團隊 兼甲還有這些專業 又好喝的 又滋潤的 herbal tea 這個雪梨 雪梨還有 我不知道什麼 那些herbal 很好喝 好了 最多人離開的 最多millionaires離開的 或者移民出去的 俗稱的國家 走路 第十位 我們講十個 Top 10 大家如果對於這個榜 熟悉 或者想發表你的意見 絕對歡迎你參與 你不要Google才進來 Google都可以看到 你可以自己考考自己 憑你的判斷 好了 第十位 日本 日本 就走了三百個 三百個millionaires 對日本人來說 又不是很多 為什麼呢 我想日本 上年 你都見過日圓刻意 大幅貶值 去到150 我真的很想去日本 到現在都沒有時間 沒有機會 你說去日本滑雪 或者真的 就算不會滑雪 去幾天走 買東西 你都很開心 不過好像說 雖然日圓低 但它的物價 又在那裡 但它的股市 確然上升了很多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走老 富豪走老 他都不是很誇張 只有三百個 這個是小部分 小部分的人 在日本 好了 第九位 第九位 這個地方 我早前看到他們在香港的總領事 Consul General 其實他們都很積極 想在香港發展多些 因為香港人對這個國家的文化 或者他們的產品 其實我都不是見到他們做很多推廣 其實很多人都真的 怎麼說 我剛好有這個機會 很幸運 很多年前去過旅行 我也很喜歡 南非 這個地方是南非 南非 有五百個Millionaires 走了 我覺得如果你說 在南非來說 五百個Millionaires 始終你想想想 他們這些地方 雖然五百個Millionaires 加起來也不是很多錢 但是可能整體國家的總人數 其實他們究竟為何要離開呢 我想很大原因 就是因為 可能想把自己的錢 轉移到其他國家 其他地方 有一個不同的系統 幫他們去投資 另外一件事 你可以在一個榜上看到 除了錢 他們當然希望 留去一個有機會賺錢的地方 以及人 當然希望去一個安全的地方生活 另一個他們會考量的地方 絕對就是政治的穩定性 大家會看到 這十個地方 尤其是想想一些位置的人 都是去年 他的政治 不是特別穩定 很多人是有一個隱憂 有一個擔心 所以你沒有辦法 你看到有錢人離開 大批有錢人離開 絕對是一個警號 南非 有時間有機會 真的可以去玩 他的食物又便宜 住又便宜 是唯一 很多人不認識 就覺得他比較危險 當然我覺得 你如果去Johannesburg 那些地方 天黑 黑齊 就小心一點 可能一個人或者一個女生 就比較害怕 否則 我去到Kape Town 我覺得很漂亮 那些地方 跟你平時去近的地方 東南亞或者日本 是很不同的 或者還有一些商機 到時可以拿南非走回來 香港做也不太好 還有那些肉 有很多肉 就是牛肉 豬肉 雞肉 那些很便宜 對比在澳洲 或者是美國入口的東西 不過長程 可能南非有機會訪問總領事 或者其他領事館的代表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走了這麼多富豪 都要是時候想想辦法 第八位 看到康章 Hello Jenny 康章 這是新名 你好像未見過這個人 多謝你 那麥西哥 第七位 麥西哥走了七八個 蠻螞蟻 那麥西哥 我想很大原因 是因為政治的原因 你知道 你說 欸 蠻西哥有些什麼 賺到那麼多錢 那些蠻螞蟻去哪裡 其實很多 賺到錢之後 都想去美國 正常 去美加 我覺得在墨西哥去 你有錢的 你不是EB5 或者是搞一些投資移民 或者去歐美 正常 因為為什麼 人口高處 如果你沒有錢 你不會想去一個更貴的地方 正常 你有錢的 你去哪裡都好 生活當然容易 因為你已經有了 是不是 你去到消費 或者去到投資 再賺多些 但你本身沒有錢 你還拿著很少的錢 去另一個貴的地方生活 例如你在香港不是賺很多錢 你去英國生活 英國這麽貴的地方 就艱難了 尤其是現在始終是經濟衰退 但你說 為了各樣原因 你都要離開的話 可以見到 不是因為錢的問題 這可能是生活 安全 又或者社會的轉變 令到人們想離開 甚至於去英國 你覺得在某程度上 尤其是收入各方面 是要犧牲 要捱的 但是 很多人都願意這樣做 這是指標 墨西哥 很多人去了美國 想將自己的生意 再做大一點 再做好一點 或者全球化 希望下一段 有更好的生活 這些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是吧 700 走了 南韓 南韓 第六位 南韓 我看完這個魷魚遊戲之後 真是很感情 很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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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憐 因為我覺得 原來有些人生活 他們是住在床 很多 不是說 一個小的數目 很多可能都是有大學畢業 都是有一份正常的白領 都可能是住在床 因為韓國的租太貴 買樓又買不起 他人工又不是特別高 不像香港那樣高 當然香港的樓當然更加貴 所以 還有一個系統很重要 大家很多時候 在香港習慣了一個很好的制度 雖然這幾年是這麼改 對不起 不是改 是完善 現在簡直是完美的制度 甚至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離開 南韓 走了800個Millionaires 韓國也是 很多韓國人很喜歡去美國 我覺得有這麼多錢 你就自然想去一個更加自由的社會 讓你有一個上游空間 因為上游的空間和系統 是直接有很多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制度 譬如說 很多時候 你不是剛剛畢業二、三十歲 你會明白這件事 可能你做了事十年二十年之後 你會不會開始見到 有些社會可能真的性別的分別很大 同一個職位 在韓國你就會見到 同一個職位 可能女性的人工是低20% 甚至低一半都不頂 香港就應該女性的人工和男性差不多 我自己明白 它不會說同一個位 但是請一個女生回來 它就特別 譬如說 男生的這個位十萬 女生就給五萬 就不會 可能是你的能力 智力 各方面 有些少許分別 譬如說 男生可能十萬 女生可能九萬 或者八萬五 但是不是真的因為它是性別的分別 是因為能力 或者女生可能 放了工要回家照顧孩子 有各種原因的考慮 但是男行呢 我也覺得它這個性別的分別 不要說歧視 就是那個待遇 是很大的分別 可能真的在說十萬八萬的分別 不是說十萬變成八萬 或者八九萬 可能變成五萬 而且在街上 我想如果我是一個女士 女性的話 我也會想離開 因為就算你在街上 你也覺得那些男人 尤其是多人的地方 它不會開門 香港也有很多 你會看到 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譬如你在電梯 他都會擁著門 讓後面那些人先出線 他未必會保持門 十分鐘 但可能只保持一分鐘 讓後面那些人先出線 這是很基本的禮貌 對我們來說 基本禮貌 當然對有些人來說 可能他在街上大小 或者做些什麼 他都覺得很基本很正常 當然香港就不會 韓國我也不會這麼誇張 但是韓國 我自己覺得女士 他不會有這種 紳士那一套 香港人可能真的有 英國人百多二百年 生活的習慣 他真的會女士第一 就算是普通人 對長者的尊重 對小朋友的關心 很基本的事情 香港也會有 但韓國 我不敢說長者 或者小朋友 或者女生 就覺得他們沒有 不會 就算馬來西亞也不會 你不會覺得女士第一 完全不可能是紳士第一 所以韓國很多人 喜歡去 賺到錢 或者就算未賺到錢 如果有機會 他都想去美國 因為他們本身跟美國關係很好 然後我說南韓 當然 他很嚮往美國的生活 現在EB5 其實其中一個重點的 申請地方 中國不用說 就是南韓 台灣 台灣人很喜歡美國 中國 南韓 台灣 越南 越南 也很喜歡去美國 香港 不用說 香港 英國可能比較多 相比之下 因為太容易 不用拿錢出來 如果你有BNO 第七位 南韓 八百 但是八百人 始終 三百至八百 都少過一千 而他們這些地方 最少有幾千萬的人口 日本 墨西哥 這些地方 我們接下來 說第六位 就是我們要著墨 拿多一點時間 多說 為什麼 這個地方非常小 有錢人非常多 但是 最近幾年的轉變 這麼大 就讓這些人 選擇離開 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我 在哪裏 就是香港 我們自己的城市 香港 唉 香港只有七百多萬人 但是 一千萬元 因為我這裡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計算 他沒有說明 是怎樣的 因素 有沒有計算 如果說 平均 income 不計房地 只是說 零費的錢 比如說房地產 就不零費的 으면 香港基本上 好像 每五六人 就有一個是 工資 如果你不計算 每十幾個 就有一個 是工資 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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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很誇張 全球也是最最擁心的 我説的是 如果你說 一個這樣的城市 能夠給這樣的機會 這麼多人賺錢 這麼容易賺錢 還賺到這麼多錢 還要稅這麼低 人們都走的 還要走這麼多 我想是一個指標 一個指標 所以我剛才開場的時候 就有說到 是不是香港已死 你用哪個指標來看 你說樓價不可以反映 樓價是不是有上有落 不是第一次跌成這樣 是不是又會升上 沙士就是這樣 中英聯合聲明 1984的時候不是這樣 1997的時候回歸也是這樣 全部都升上了 股市又說不可以做index 股市是不是都有升有跌 你不可以完全說是reflect 譬如那些大的公司會爆 控制不了 你說債券又會爆 又是控制不了 不代表地方真的不可以 人們很不開心 或者人們生活很差 要離開 但是如果你說這麼多富豪都離開 那你就真的要關注一下 那為什麼呢 我覺得 這些人 賺到這麼多錢 一定不是蠢人 你記住 這些Millionaires 他們當然是香港的制度 香港的機會 香港的教育 因為教育都是很重要的 現在就不同了 因為以前那一代 譬如我們那樣 那時候我想你的教育程度比別人高 或者你勤力一點 或者你虛心學習 再加上一些基本的做人處事 其實真的會讀完大學 你慢慢想 生活會越來越好 我不敢說 你會成為富豪 當然不是每個人 你成為富豪 也有機會破產 這些經常看電視都有 破產 或者坐牢 之後出來又賺到很多錢 亦都有 但是生活是正常的 剛才我說的 或者你見到幾個特首 可能他都是讀完大學 那個年代 如果你現在六七十歲 讀完大學 那時候當然是很厲害 甚至乎讀了 Master 的 或者外國畢業那些 是很厲害 現在當然差很遠 現在可能你 樓下那個做 Security 甚至乎洗碗那個 都有一個 degree 所以你沒有辦法 就是說好像用以前那一套 就是來這樣坐牢的小孩 你希望他讀完 我想不斷地讀完 Master 就可以找一份正常好的工作 穩穩定的升上去 買樓、結婚生孩子 正正常常有一個好的生活 現在我覺得遊戲不同了 先不要說那個制度變了 而是整體的 教育的負責很厲害 而這個競爭的東西 不是人類和人類的競爭 而已經和AI的競爭 也都是以前 你說你七十歲那一代 或者基本上那時候 都沒有什麼有錢人 那一代的上一代 大家都沒有錢的 那你就真的靠自己 如果現在這一代 如果你說是十幾歲 二十幾歲那一代 那你的父母 五、六十歲那一代 已經是有一定的社會的成就 或者一定的錢 絕對會對他們的下一代 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為什麼香港這麼好 說到前途一片大好 又怎樣日又繽紛 夜又繽紛 都有一千個Millionaires走了 而是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這麼少人 覺得700多萬人的地方 都這麼多人走呢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大家可以去反思的一點 一定是為了一個更好的生活 又或者是對目前的生活 目前的安全 社會的制度 或者賺錢的機會 投資的機會 或者自由 各方面的信心和以前不同了 他要覺得在外面 他會覺得安全一些 覺得好一些 覺得是機會多一些 通常你才會走的 而不會說 這裡住得好地地 又賺到錢 又開心 你也想走 就不會了 這個正常的人的思維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香港真是 你估不到 真的是第六位 那到底有沒有什麼政治 經濟 其他再說其他因素 不用說 大家都自己會想到 原來他仍然說不到這麼久 希望我的天氣快點轉好 第五位 第五位 少了1200個Millionaires 但是這個地方 我相信 墨西州有過億的人口 墨西州是第五位 少了1200個Millionaires 但是墨西州老實說 沒有錢也好 很多人經常移民出去 南美洲 很多人喜歡去北美洲 會移到美國 加拿大 有很多 香港人 我剛才都未曾說 不用說了 第一位 他們最多的 當然是英國 英美澳加 第一屆 有錢 通常第一屆 那些最多 如果你說 不是說沒有錢 只是說你希望找一個 不同的生活 我想歐洲 之前也說過 葡萄牙 其他小國 愛爾蘭 關了門 都適合一些不同的香港人去 Millionaires 其實選擇當然很多 Brasil 剛才說了 第五位 時間不停了很多 我先說 第四位 第四位 這個很Ironic 大家都知道 除了我剛才說到香港的原因 為什麼人們要離開 又沒有打仗 又不是真的去到通宿 又不是真的去到 摩托 當然經濟也是不太好 又不是說 真的 叫做 找不到吃 為什麼呢 大家思考一下 Brasil 也說了 Brasil 是不是很多人 經常移出去 第四位 Russia 為什麼呢 他走了三千個Millionaires 不用說了 他打仗 當然 你有錢錢 你有多幾本護照 雞腳走 炸彈沒有眼 天有眼 炸彈沒有眼 你看到打仗 你有能力 打之前都走了 他還打了兩年 你明明說 不是明明 可能政府以為最多一兩個星期 打完了 結果可以拖了兩年 所以有些人說 香港就算現在真的死了 很快又好像火鳳凰一樣 又回生 會 又不出奇 首先我不評論 他究竟是否叫死了 因為沒有一個Benchmark 大家的八尺不同 但是呢 你是否真的有機會 回到以前三萬點 甚至乎十萬點 我先說股市 樓市是否可以 像平均 如果你說半山 或者高質素一點 樓平均也三萬元呎 現在不行了 現在兩萬多元呎 你說是否可以去到十萬元呎 香港還加越來越值錢 有的 不知道叫什麼時候 你說等一年 還是等十年 還是三十年 那就有分別了 對不對 好了 但是你說Russia 我覺得很悲哀 真是 戰爭是改變了人類的命運 好了 第三位 英國 你說 香港人不是很多有錢人去英國 英國的人就跑去哪裡呢 英國也跑去三千二 Millionaires 你說 他講得這麼好 又是民主 又是社會制度 香港的制度 是他定出來的 以前的 那為什麼那些人都跑去呢 Education 全球最好 不是他 是美國的 那為什麼那些人都跑去呢 我想是因為 Resession 真的很厲害 還有重稅 如果你說 如果你拿著 Millionaires of pounds 其實是不是 我覺得 英國可能很多 就真的去了歐洲裏面 那麼 歐盟 雖然他們現在 不可以直接去居留 但是很容易 都可以申請 尤其是你有錢 還有很多歐盟的項目 他們真的搬去住 那你就去法國 你就去德國 你就可以繼續 比利時 瑞士 哪裏都好 你可以繼續在那裏生活 譬如因為英國人 很多本來是歐洲移民過來的 那現在他覺得 哇 你搞成這樣 那他就覺得 不如拿回那些錢 去法國 拿回那些錢 就搬回德國 那這個一點都不奇怪 他們的Ancestry 或者Family 本來就在Europe Continental OK 他們就搬回到Europe 那意思 真的很多 也有很多是美國來的 美國人很多都 我沒有過數字 但我也知道很多 譬如尤其是東岸 喜歡英國的 或者他本身是英國移民去美國的 可能又回到美國 也有 但是英國人 我覺得是 當然 他現在面對那個 recession 或者那個 政府的轉變 就令到這些 Millionaires 覺得 我不如回到我老家了 就算你不是真的 Originally 從葡萄牙才算 那你的生活便宜這麼多 亦都有很多範疇 是未開始發掘的 對他們來說 可以apply自己的生意 或者skills 在這些國家上 整個歐洲這麼大 歐盟都26個國家 讓你自由住 他不行了 現在要申請 但是很容易 所以他就作出這個選擇 第二位 第二位 印度 印度也是不用說的 他走了6500個Millionaires 印度又有幾億人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說 印度是不是經常都很多人移民走 不是Millionaires 沒有錢的人 又想找個好一點的地方 好一點的環境生活 正常 人望高處 是不是 有錢的人 又可能覺得沒有安全感 有錢的印度人 最喜歡移民去英國 英國美國是最多的 他們吸了很多Millionaires 但是英國不是走過三千多個嗎 都是這樣 看你的原本在哪裡 如果你本身是印度人 你想去一個好一點的國家 你心目中認為好一點 很大機會他們選擇英美 你去到倫敦 尤其是紐約 印度人多度 基本上 他們已經是不知第幾代了 所以你說 那些有錢的英國人 就回到原本的Original 就是搬來的地方 印度人其實很厲害 他拿了這麼多Million 去到英國 數貨買樓 所以為什麼英國的樓 早就跟朋友說 為什麼那些人還喜歡英國買樓 他稅這麼重 遺產稅40% property又有game tax game tax是二十幾三十個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根本你就不停地 有全球的投資者湧入來英國 英國這麼多年聚職的財富 還有人才 人才就是財富的Origin 沒有人才又何來有錢 錢是人創造出來的 社會給了制度給你 給了教育給你 給了一些機會 有才能 有能力 有本事的人去賺錢 不是說每個人都喜歡賺錢 但是如果你的社會沒有 我剛才說的這些機會 就不會賺到的了 就是將一個很聰明的人 我哪怕你是像Jeff Bezos 我會扔你去尼日利亞 Negeri 我覺得他不會有今天 所以那個地方是真的重要的 就是terrain 我經常說terrain就是這個意思 見到KK 謝謝你 最後我們剩下這四分鐘時間 就說說我們的主角 第一位 大家都猜到 富之欲出 全球第一位 最多Millionaires 走佬的 潤出去的 離開的 移民的 在哪個國家呢 我想大家 阿隻豬是我的好朋友 整天都支持我 多謝你 我不說 大家都知道在哪個國家了 我再重複說一次 下面那九位 你們一定知道 剩下誰還沒說 第十位 日本 第九位 南非 第八位 墨西哥 第七位 南韓 第六位 我們 香港 第五位 巴西 第四位 俄羅斯 第三位 英國 第二位 印度 第一位 我們一定第一 不是 赤豬剛才沒有聽說 香港第六位 不是真壞 我們贏不到祖國 祖國 中國是全球第一位 最多富豪離開的 一萬三千五百 你說一萬三千五百 也不是很多 根據總數 當然 我這裡沒有一個 因為這個榜 沒有給予一個 但只給予一個 一萬三千五百 你其實都可以見到 對比 譬如你說 中國走了一萬三千五百個富豪 香港走一千個 我覺得對香港人來說 那一千個的 Ratio 一定是大很多 但是我也說回 為什麼中國 其實 不要說是不是 Millionaires 中國和印度一樣 也是整天都很多人移民出去 它是不是都是全球輸出 移民大國 第一位 或者第二位 這麼多年都是 頭三位一定看到這兩個國家 通常第四位的 不是墨西哥 是俄羅斯 都是那幾個 你不會突然看到 是日本去到頭三位 所以 為什麼呢 也不用我說 大家都知道 一個地方 為什麼移出的人 這麼多移入的人 是很少 非常少 你可以說 那些人不認識貨 還有我們總國根本就沒有一個政策 去讓那些人歡迎他們來 我們都不歡迎 我們什麼都有 用什麼外面的人來 又不出奇 這可能是一個因素 但香港現在非常之歡迎外面外資 無論你是有錢人 或者你是人才 香港是非常之歡迎你的 因為我們什麼都缺了 現在 好了 Anyway 說到這裡 都時間差不多了 只剩下一點時間 中國呢 其實我自己看 就是接下來 那個叫做移民 或者這個叫做潤出去 走路的數 會越來越厲害 因為我也在網上看過一下 就是說 其實當一個國家 它的焦點 它不是放在一個經濟的發展 是放在國家安全 這些富豪 這些有錢的人 就很擔心自己的財富 是不是會繼續是這麼安全 或者是不是還有這麼多機會 去繼續賺多些錢 以及已經賺到這麼多錢 就算我當它不需要再賺多些 它就會想去享受一下人生 就是拿些錢去洗一下 你洗了的錢才是屬於你自己的 如果不是 正所謂人在天堂 錢就在銀行 銀行的錢就是國家的 是不是 它可能就會有一個不同的想法 如果沒有錢的 它也是很多人真的想移出去 譬如去美國 不是每個人都有錢的 哪怕你拿得一千幾百萬 其實EB5都是說一百萬美金 不用的 八十萬也有 有些項目 都是六百幾萬 港幣 圍到他們五百幾萬 就已經有機會 有一個新的生活 其實他們很嚮往這些機會 有少少錢的人又想出去闖一下 沒有錢的可能 如果有本事的可能都想去 甚至乎去打工 那些 E3的可能很辛苦去打工 都算了 捱幾年 換了綠卡 他都覺得值得的 又走一批人了 很有錢的 不用說了 你叫他拿一百幾十萬美金出來 限定那些 當然是找我們搞一下EB5 找一個他覺得安全的 錢是可以放在自己的袋子上的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的榜子 就明顯看到這個世界的發展是怎樣的 說到這段時間都差不多了 看看阿隻豬說什麼 潤之國 很笑 印度算是有民主 有最多人移出去的地方 他是有民主的 不過那些人沒有錢 不是應該說沒有 有些人很有錢 但他的貧富如說很厲害 不過這個是另外一個題目 有機會再跟大家說一下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接下來星期一 星期一我會做財息兼收 很久沒有在財息兼收 跟大家聊天 星期一四點半 同一時間見 Thank you 拜拜